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振英就不肯答 就强调和年底的区业会选举无关 有些朋友可能问这个是否为了选举做准备工作 可以回答大家 其实我们地区的工作非常多 大家知道我上任三年来非常重视地区工作 刘江华先生他在地区工作是有实践的经验 想不到政改失败 刘江华还可以升职 看回梁振英上任三年以来 先有发展局前局长麦齐光 行会前成员张震远和林粉强 也有财富局副局长梁凤怡先后辞职 计同不同理由而请辞的政治助理 计下计下已经有九个问责官员 或者行会成员离任的 究竟是不是跳船潮呢 梁振英就这样答 其实政改之后建制派哈喽没有投票 政圈已经盛传了是否要有人问责 今次是否大地震的前周 之后会不会陆续有来呢 相信大家都很关注 今天全国人大委员会的委员张德江 在北京见中华总商会的访经团 就没有重新高度肯定特首施政 有人就说张德江在政改这件事上面 自己都自身难保 中央是否会支持梁振英连任 甚至梁振英会不会提早下台呢 现在都充满变数 加上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在政改之后可以跟习近平主席高调握手 还接受新华社的专访 究竟中央要发出些什么讯号呢 问责班子今天经历重大人事变动 不过只是有行政长官梁振英 一个人出来解释 而离任的官员和新任的局长 都没有亲身交代 当中有没有内人尋美的地方呢 我们今天就请来时事评论员 刘瑞少和我们一起谈谈 夫子想问一下 今天邓国威公务员事务局长 以及民政事务局长曾德成 都说会被免职了 曾德成就说是落意退休 邓国威就说自己有些私人的原因 家庭的理由 你觉得这两个理由令不令你信服 我暂时觉得仍然可能会有很多背后引冲的 但是现在暂时作一个定论 不过从两位局长的离任 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是两种不同的性质事件 我的感觉就是 邓国威的引退 主要可能是反映了现在公务员体制里面 传统有的一些办事模式等等 以致公务员的文化 和行政官员或者问责官员以致特首 可能两种的处事方式 处事文化是很不同 所以经过一段磨合之后 中间可能有些事情是未能够处理得好的 现在政界里面也有传闻就是说 行政官员以致特首 会不会有一些政策 他们很希望很快地推行 但是公务员的体系重视程序 以致程序里面如何去减低滥权 这些磨擦如果出现得久 就自然会令到双方的合作 或者感觉上是有问题的 至于另外一种政治文化的磨擦 就是传统左派 他自己本身的一套文化 即是在说曾德成 难以说曾德成是否代表了全部 所有传统的左派的文化 在政府里面扩展呢 不能够这么说 而只能够说就是说 从行政主导 如果他是需要传统左派的支持的话 那那个处理方式又会有很多种不同 譬如好像说 如果需要建制派中的左派来支持政府的政策 包括在立法会里面要支持的 如果你能够游说他们 充心地支持当然好 但是如果不行 到最后用一种间接的行政压力 以至你说 有事终无厌 无事下迎春 到真的搞不定的时候 请中联办出面 如果这种文化是引起反弹的话 自然也都会令到政府的施政是难以推行的 所以我想现在这两种的政治文化的冲突 在香港的政治圈里面 已经是越来越突显的了 有人说曾德成是因为由这个启德体育成开始 已经和梁振英有不咬圆的地方 可能你看就不是那么简单 是整个文化的磨合的问题 凡真这类事情一定有积累性的效果 就是说过去有一些磨擦 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话 自然会留有一条尾巴 慢慢慢慢积累到一股情绪 这个就等于温家宝所说的 一些核心的关键的根本性的矛盾 还没得到根本的解决 这些都会是积累性的 等于刚才所说到的 现在梁振英上台之后 他那种施政文化 和传统公务员的一些工作文化 有没有什么差异呢 大家都会发觉 有些官员就认为 公务员是流于这个程序化 而这个程序化到最后 阻止了影响了高层的政策 但是公务员就觉得 这些政策我们是按规章制度办事 是减少了出错的机会的 那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有些磨擦在这里了 有人就说 今次就是跳船潮 两个官员可能有不磨合的地方 有人就这样揣测 不过也有亲政府的媒体就说 这个时候政改之后 是梁振英主动要求叛人的 而中央都允许他这个时候叛人 其实是支持他的表现 你又觉得可不可信 北京考虑这些问题 全部或者大部分 是从政治现实需要来考虑的 我觉得眼前来说 北京不会让梁振英 在任内下台 但是是不是等于 两年之后支持他连任呢 又未必 为什么呢 先讲第一点 北京我觉得他现在 不会让梁振英 在任内下台 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 因为坊间外界 要求梁振英下台的呼声 已经很高 甚至上包括建制派里面 这种声音都出来了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国的政治性格里面 不会因为你外面的压力 顺应 跟着自己的行动 是证明了你外面的压力 是对的 这个不是中国的政治性格 所以在这点上 不会让梁振英 在任内下台 不会提早下台 不会 就是一般情况 照推理 第二 北京判断现在香港的政治形势 仍然是不稳定的 他们可能需要一个政治作风 硬朗 以致强悍的人 来应对现在香港的政治局面 所以在未来 即是至到立法会 下一届选举之前 政治上面仍然会比较紧 即使民生工作上面 现在梁振英说转民生 这个其实也是北京 很早期半年前已经定了的策略 就是因为政改这个难关过了之后 北京需要争取中间的大多数老百姓 来支持港府以至建制派 在明年立法会里面的选情 所以未来一段时候 不排除有一些宽松 以至怀柔的方式出现 这个实际上是跟民主派 去争夺民众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需要一个政治上面强悍 经济民众上面 又可以摆出一套 就是执行北京的政策 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不过刚才听你这么说 虽然不会提早下台 但很有可能都未必是支持他 去连任 那我们就儘管看看 未来的政治形势会如何发展 今天谢谢 好 谢谢 谢谢